《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今天又來到我們的《釋放香港》節目 今天我們請來這位就是黃俊邦 他會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最近在南亞島南邊的一個地方叫東澳 有一個很大型的發展 正式他們入市上承規會申請 引來很多香港市民的關注 不單止是住在毛達灣那邊的居民 其實很多熱愛香港的大自然朋友也很關心 黃俊邦他自己本身是住在毛達灣那邊的 舊村 毛達灣舊村 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很近的 但是上到南亞島的南部那邊 就因為發展是很少很少的 就有一個非常之大自然的感覺 有些原始的感覺 有些很漂亮的海灣 行山 行山 甚至可以去路下營 是非常之好 我們聽到這個很大型的發展項目 都真的很驚訝 但是原來這個項目已經是部署了很多年 我現在就請黃俊邦 講一講究竟這個項目的規模是怎樣 或者是一些甚麼來的 好像Katy這樣說 他這個計劃就很多年 我去年才開始進去毛達舊村住 但是我聽業主或者聽原居民說 其實他可能二十或三十年前 已經開始收購那些農地 因為南亞島南以前農業很豐富 因為我都上去地政處看航空圖 我不是買 我上去看 因為看是免費的 但是買就要付錢 看航空圖 即是60年代或70年代的時候 其實是 或者聽原居民說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山谷下面 或者海邊所有地方 其實全部都是種了東西 中和 就是養豬 養雞 其實是很豐富的 但是可能去到 他們那一代沒有耕田的時候 下一代就已經全部出去了 就變得好像很荒交 但是原居民保住 可能那裡應該有一百萬呎農地 但是原居民拿著地 他要交到地稅 但是他都不從事農業 他看到有發展商來收購 他就賣給他 但是我聽原居民說 其實他的價錢很低 可能是幾十分呎 那些 如果你用回 例如草原村 高鐵比較 就五百萬呎農地 可能只有十分一價錢 所以那個發展商就是 其實在南亞島不斷收購土地 然後儲存了 儲存到某一個適當的時機 他就去提交發展 他去年整個發展計劃 就是提交到經濟機遇委員會 就是政府那時 因為金融開笑 很無聊成立了一個 不知為何推動經濟的委員會 但是其實是搞地產的 然後就上了去 那時的公司約我們 很搞笑 他當然會跟那些區議員 鄉市委員會 或者他的網絡的人 去談一下 這個計劃是怎樣的 但是他也有做少許 就是約我們某些住在那裏的居民 去談 差不多去年 可能十一二月左右 就開始知道他的計劃 我都很驚訝 因為他幾乎是整個 整個東澳灣 他是用一個填海 建一個避風塘 將整個海灣集了 拍五百輛遊艇 然後在山上建很多豪宅 有九百間豪宅 是九百間豪宅 有一些單洞式 有些獨立屋 我最震驚的就是他的信心 我當時會面也有跟他說 你這麼大的計劃 香港在大横西灣去年 這樣搞完之後 或者現在地產化權 說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還敢這樣上 然後他就說 我都挺有信心的 他真的這樣說 然後我就說 那些環保團也沒有反對 他就說 我們有些農地 或者一些舊村的屋 可能可以 有些方法 搞有些農場 或者搞一些保護的東西 就有益環保團 這樣他講得明白 那些是一些花巧的東西 對 我聽到就好像有很多方法去看平一些反對勢力 那些 就是 去到現在 他就正式上城規會 那時經濟機遇委員會 覺得他的規模太大 他是縮減少少少 但是 規模還是很大 就是 計算海面和陸面都是80萬呎 現在他在發展計劃的改成 基本上整個南亞島嵐 都是給了他 我看到他推出了這個計劃之後 因為他要入城規會 也有一個公眾諮詢的三個星期 我看到很快就在Facebook那裡 就成立了一個群組 也好像有六百多個 是 是 是 其實那個關注點 主要是來自那裏的居民 或者是其他市民 其實他們最關心的是甚麼呢 我接觸 例如 有些居民 其實有兩類的要分清楚 原居民住在那裏 主要都是 老人家 亦都是 他們的子女 通常都是 出生去的 通常我新年就會見到他們 他們回來 那他們 作為一個賣地的人 其實我跟他們談到是很無奈 他們覺得有些地放在那裏 就讓他們買去 對於那個發展計劃 可能他們知道 但就不是真的知道會對他們做甚麼影響 本身有很多飛沿君民住 其實是 聽到好像很遠 可能在那些政府官員來說 毛達或東奧都是好像大澳西蘭 有人過往遊樂 有時間去 平日都會到海外 但毛達是很不同的 因為他搭船去香港只是四個字 四個字 因為我在灣仔上班 其實我在灣仔上班也是十個字 所以就是 很近的 很多真的會上班的居民 或者有一些年輕人 覺得那裡是好的地方才搬進去住 他們當然是覺得很有問題 計劃 其實跟環境很不合格 他本身是很低度的村屋發展 以及很大自然 但是他突然間可能整個彎 他霸了來起樓 他當然覺得很有問題 這兩類反應居民 主要是非原居民 主要是那裡的人 會入社群網站反對 他們也有自己寫信去城規會 但是還有很多人 其實不是住在那裡 但是可能有時候會行山 也有些加入的 例如有些人會很喜歡行東奧 他們都會入社群網站 但是因為其實不是很知名的東奧 可能有些人去南奧島走 其實都是走去榕樹灣 走去索古灣 可能經過發電廠 就當是走去南奧島 但是其實 在南有些更漂亮的地方 就是剛才說的東奧 或者是深奧 深奧就是有六海龜賊樓的地方 其實那裡是更加大自然的 但是比較少人 雖然也有一些很喜歡行山人士加入 但是就不是很多 其實我會形容東奧那裡 是一個 best kept secret 是一個不是很多人認識 但是如果你進去 半個小時的路程 就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 不止香港的地方 我想這也是吸引你去住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的 環境是很好 但是測去又方便 其實是很好的居住環境 但是聽說那裡其實是有生態價值的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有些甚麼特別 主要有兩個 有一個可能大家經常拿來講的 就是盧敏市樹蛙 那些很小的青蛙 但是全香港 全世界都是很特殊的品種 就是憑危的 你見過沒有 我沒見過 可能因為我們走來走去都是在村屋 應該是一些深山的地方 那裡是盧敏市樹蛙的居住的地方 第二樣就是陸海龜 最近漁龍署才出來說 哇 這些陸海龜終於都回來採栗了 但是我看報紙 那些新聞報道又說到好像 哇 很開心的 那些陸海龜回來 但是其實有一個發展計劃 可能影響了陸海龜的 但是好像那些漁龍署就當沒事 那些很搞笑 如果他這樣建樓發 建900座的住宅 然後又有這麼多的基建要加下去 我猜其實那些海龜會嚇跑 因為海龜對於光線很敏感 所以就例如他建一些酒店之後 那些光線會影響到他產卵的地方 可能以後都不會再回來 其實那些陸海龜如果普通市民 可否去產卵的時候 可否離遠看 不可以的 因為現在政府畫在一些 具特殊科學研究價值的地方 逢6月至10月 就不讓人進入海灣 逢4個月產兩月期間 魚龍署就會有些人 住在那裏監察著這陸海龜 所以普通市民就看不到 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因為普通市民看不到 所以那些人雖然好像聽過 但就沒有一個感覺 沒有一些真心的感覺 原來陸海龜產兩地方 會被人影響 是啊 但是很擔心這個發展 我們聽說的規模是這麼大 你其實好像帶了一些圖 其實可否大概告訴大家 發展規模的佔地是多少 聽說是很厲害的 我也是看成規會的文件 它分兩部分 就是有陸地和海面 陸地主要建一些 可以拍一拍 陸地主要建一些住宅 就是豪宅、酒店、商業 商業用的 又是豪宅、酒店 還有海面這個部分 海面這個部分 就是它拍攝一些遊艇 遊艇會 是的 因為現在的遊艇會 全爆了 但是利益很大 即是你一年遊艇會 你一個拍位可能幾十萬 是的 是的 那這邊呢 下面這裏都是嗎 這裏是酒店 哦這裏是酒店 是的 這裏就是綠海龜 是的 即是綠海龜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很近 在後面 是的 那就是它說得很厲害 即是說在一些spa hotel 嗯 很厲害 是的 聽它的聲音很厲害 就是它說 哇 這裏建了spa hotel 以後我們就不用去太過了 就是你這裏 不是我們 是那些給得起錢 可以進去享受的人 我看到那個發展規模 這麼大 將來如果真是城市的話 普通市民想進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環境 不知道怎樣 是沒有的 因為它會 即是 你看得不清楚 即是它會建一條車路 即是現在就是行任路 即是車路很誇張 即是它是南亞都是沒有車的 即是除了發電廠那裏有一條車路 通去那個風力發電站那裏 那些維修車輛是要用的 但是它現在就想著在南亞起一條車路 就去 即是給它自己用 所以是 即是 即是建了之後 整個地方就是它的車載車載車去 即是將地方私有化 即是你想走都不行 即是你想走都不行 即是因為它的車在旁邊飛過 真的 那我要怎麼辦 我要以後行山這樣 即是來到這裏就可能要停下 沒得走了 整個大自然 即是可能被你走 你很不舒服 即是你周圍 周圍一些別墅 跟著它又有些 旅遊巴 又有的士 又不知道 又有些 接的那些酒店 那些車 那你走來走去 那你都 即是沒有心機走 即是還有 即是環境一定會破壞 可能即是那個地方 即是之後你都沒有什麼價值去走 是 黃俊邦其實你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獨立媒體的編輯 聽說你去年都是參加過 即是這個保護大浪西灣的運動 那我下一節就想問一下你 其實經過上次的經驗 對比這次這個 即是這麼龐大的發展計劃 其實如果我們關心這件事的市民 其實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那我們下一節再談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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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釋放香港》 我身邊有黃俊邦 他第一節介紹了關於在南亞島東澳的發展計劃 和市民和當地居民的擔憂 剛才說過黃俊邦去年曾經參加過 保護大浪西灣的一個運動 其實大浪西灣和東澳這裏的情況 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以及你怎樣看這兩件事 其實他們本身有少少不同 但從宏觀地來看其實他們是一樣的 跟我們一年發生在鄉郊發展的事差不多 大浪西灣就是在一個郊衛公園 很近郊的地方 他突然間因為政府在規劃上沒有保護那個地方 他就可以突然間買了土地 起豪宅 在南亞島就是 他都是類似的 因為他雖然有一個發展的大江 但他沒有受到家的公園保護 沒有受到海洋公園保護 所以隨時發展商可能 他入止成規 他就可以更改土地用途 起樓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我們香港很大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家的公園 但是其實 很多年都沒有擴充過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或者是家裡公園周邊的地方 其實都沒有受到法例 有沒有保護 所以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 還有沒有阻解到鄉村和家裡公園的矛盾 例如去大洋西灣 或者是在南亞島毛達 其實原居民都會有一些訴求 或者是他生計上都有一些需要 但是政府沒有去幫他們 例如大洋西灣那個村長經常在說 政府又不幫我們 但是不讓我們發展 然後連捕魚都不給 他們吃甚麼呢 他們就買了地 其實毛達也是類似的 其實政府沒有一個政策 怎樣去幫助鄉村 即是他們既然在一個自然環境旁邊 即是他們怎樣去給一些資源 可能去幫他們 其實是沒有了 這些政策 似乎今次都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不足 導致當地的居民因為沒有了生計 亦都沒有選擇之下 就將這些地買了給發展商 然後就引來發展商就在這裏大興土木 來建豪宅 建遊艇會 變了大損失的其實都是香港市民 我們沒有了一帶很好的行山的地方 我們來東澳都是這樣 即是如果政府可能 他自己買回農地 即是他可以做很多事 即是政府這麼多錢 即是他可以搞有機農業 或者是保護地 即是可以幫到原居民 即是政府沒有這些做法 即是只會框著 即是這裏是家裡公園 關於公園之外就沒有關係 即是很僵化 其實這次這個計劃 他跨了那些地 即是目前那個森林是甚麼呢 這個也很疑惑 即是一個發展商是否可以這樣去做 不可以看得不清楚 即是他本來就是 即是他都沒有發展這個計劃 即是綠地的部分先說說 即是綠地的部分 他本來是在南亞島分區區的大行徒圖 本來就是一些自然保護區 即是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 還有他海邊就是一個叫做海岸保護區 是 即是其實都是一些 即是他說是有生態價值的地方 即是他這樣畫 即是他這樣畫 但是我們發現原來 原來發展商有錢 真的可以 即是可以上城開會 接著就申請 將那些自然保護區的地 轉為商業綜合發展區 這樣也可以 即是 難以置信的 其實我也是沙灘那裡游過水 挺好的 還有海是很搞笑的 即是 即是我不太了解 為何可以將海畫做這個綜合發展區 即是我知道有少少的 例如你建一個碼頭 那他就有一些突出的部分 突出海 他可以畫作是 可能GIC 即是政府符合公共用地 那些 但是他將海面 整四十萬尺都畫作 他又沒有買了它 是的 因為他這次申請的 全部都是政府土地 即是他改政府土地 用途 連陸地連海都改 那麼 發展區的計劃 就是想著 改了政府用地之後 就將它手上持有的農地 跟政府交換 那些 那些說法很搞笑 就是說 農地就是生態價值高些 就保留 就叫做生態走廊 但是生態走廊 旁邊就被那些樓包著 即是 真是一條走廊 是的 即是變成那些人的花園 即是青蛙會在那裏走廊那裏跳 是的 即是變成那些豪宅那些人的花園 即是前面的花園 即是前學的花園 是的 是的 嗯 其實很擔心 是的 是的 我看到其實 即是Facebook 你們的群組 即是開了之後 很多市民都寫信 因為承規會的諮詢期 亦都在進行著 就是到今個月的27日 嗯 其實你們會有些甚麼行動 或者你希望用甚麼方法去建議政府呢 嗯 現在暫時都是 即是呼籲大家 即是在Facebook那裏 呼籲大家 即是27日之前寫信去反對 那些 暫時還未有聯署 都有一些居民想搞的 但是我就 對於聯署就是 有些解釋 因為 例如承規會或政府部門 現在很厲害的 即是他見到你聯署信 即是你一人一信 即是你交了一百封 一人一信 即是他會當你同一個意見 即是他很搞笑 即是一百個都數一個 是的 即是我會叫居民 有些人想搞聯署 我說未必那麼急著 即是你自己寫 你自己的想法 即是你令到他 即是感受到其實 即是其實有很多人有意見 而不是一些被動員 即是可能你交聯署上去 政府的黨 也都是動員 即是他就會低估你的反對聲音 所以現在還是叫大家 27日之前盡快提反對意見 那我相信 即是除了這個數量 即是越多市民反對 當然是希望是越有效 也都要看理據 可能真的要很詳細地看過他的申請 還有他似乎是做了一個 類似是橫評那樣的報告 可否說一下其實他的橫評報告 說了些甚麼 大概看過一下 因為他應該在環保署下載的 我們 但其實他也是跟港珠澳的 和港珠澳的橫評有同一個問題 即是覺得環境是一個垃圾桶 即是只要他建樓 或者是填海 生產了很多廢物 或者是很多草陰 很多污染 他在環評那裡提到 只要盡量減低 很多措施 他就說掘了山的泥 用來填海 就當是已經保護了環境 那就是 但是真是一些 我很想知道的實際的評估 但沒有 例如 剛才說過 盧文士樹蛙 或者是陸外龜 究竟對他們的生態有甚麼影響呢 沒有 沒有 沒有說 他說農地有很多生態價值 但是那些農地被一些樓包圍 或者他建一條車路走之後 對那些農地有甚麼影響呢 又是沒有的 總之叫政府賣掉它 是 然後 還有一些就是那些陰的污染 空氣污染 或者是其他視覺污染 就是比較又沒有 就是 如果他不發展的時候是怎樣呢 或者他發展了之後會怎樣呢 但是又沒有這些 這些就是一個 整體環評制度的錯誤 即是一份很奇怪的環評 是的 即是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看到的環評 是的 可能會被人 即是被人司法覆核 是的 因為例如他 好像今天看新聞 是否有些資人發展商的環評 他自己都收回 因為他 今次收回很多個 是的 他知道其實有問題的制度 是的 但是他這個暫時就沒有 所以都很擔心 即是是否他會 即是如果沒有人司法覆核 或者是沒有人挑戰他 他就真的會就這樣 繼續去搞呢 是的 是的 這個當然我們也要詳細看下 他的環評是否已經 入了環保署 申請是否會審批 那樣東西 那環評是一樣的 那其實當然我們 即是我跟你都比較熟悉 即是東澳這個地方 但是香港市民 其實有一些可能是 聽都未聽過 或去都未去過 那 譬如你作為今次這個運動 其中一個很積極的分子 那你有沒有想過 用一些方法去把這個地方 即是說多些給香港市民聽呢 嗯 可能因為我們也認識一點 南丫島的朋友 就是他也會搞一些生態的道上 是 可能在 可能未必搞一次 那因為 成揮會是27日的節 可能因為他在7月才會開會 可能都在期間 看看可否搞一些道上 那就可以帶一些市民 看看這個環境 還有可能透過一些影片 或者字 可以介紹這個環境 嗯 希望可以多些人知道 是 你作為毛澤村的居民 亦都是居住在這裏 其實即是 可能簡單些來講給我們聽 或者形容一下這個地方 即是你 其實你最喜歡它是甚麼呢 為何你會選擇這個地方來住 還有你覺得 即是它作為一個 即是一個很大自然野外的地方 其實它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呢 因為毛澤村 即我覺得為何這麼好 即是這麼好的地方 即是我之前居住太子的 就是那些唐樓的那些 就是很 就是污染很厲害 或者很吵 雖然很方便 即是我可以 晚上兩點回家都可以 那些 但是 即是毛澤村一定不行 即是毛澤村 即是尾班船就是晚上10時10 但是聽說有些小船 是的 可以晚上叫 但是你大浪的時候 就會很害怕 即是它有些很 因為那裏是 去香港仔那裏 是一些主要行道 即是一些大的貨櫃 船經過 那些船就90度這樣搖 即是很害怕 那就是 它那裏是很近 即是因為我要出去上班 其實都很方便 但是另一方面 即是我回到去的時候 又可以 即是地方很大 因為那裏租比較便宜 即是 你知道香港全周地 都是1萬1呎的樓 那些 那些 即是 你沒有一些經濟壓力 你根本不可能 在外面租到樓 所以只能夠向 向家偶那裏住 那些 另一方面就是它那裏 即是人口不多 即是 我估計應該可能 2、3、8度 2、3、8度 是的 那就是 那些鄰居很快便會認識 即是關係也很密切 即是你搭船 那你一定是見到的 所以是 即是一個令人頗舒服的地方 而且走到入去 東澳 還有一個叫石牌灣 是的 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即是沿途你是 已經沒有甚麼屋 即是走到很少很少屋 那便看著大海 是 聽到很好聽的浪聲 那我相信 即是晚上一刻又可以看星 那我去到幾次 我真的想入去露營 其實 其實可以 即是 不過因為知名度 不是很夠 即是現在知名度夠 其實會有很多人去 即是因為它 東澳或者你講的石牌灣 就是對著這個南中國海 所以浪是很大 還有那些沙是很漂亮 是 風也都很舒服 我希望今次我們真的可以集結多些香港市民的力量 亦都希望政府可以聽一下 即是大家希望爭取保育這個大自然的聲音 那我今天很感謝黃俊邦 我們再 遲些我們再 大家update一下究竟這個 這個發展的 進入步的消息 好嗎 謝謝 我其實不太好 渡得 主要真是 無盡 實說 我一定要說 我們有人做一遍 不足 左衛